古之一池由來已久 早在甲骨文時期就有關於它的記載 從文字扇形來看 很明顯就是器皿中有蟲的意思 而且這蟲還不只一條 人草綱目中有記載 許白蟲鹿問中今年開枝必有一蟲禁食豬蟲 即此名為古 雖說後世關於古的傳說 基本都集中在西南銀貴鄉等地 但在古時此數多流傳於中原 幾千年間因為巫古之事 引發過太多慘烈的鬥爭 翻開史書竟是雪洪 而到如今許多西南地區的老輩人 仍然是湯古色變 那麼這古到底真的存在嗎? 大家好 我是王好奇 內容多為網絡收集整理 無法保證其中真實可靠性 如果您不能接受無法理解難以相信 就樂好一下當個故事聽就好 感謝支持 古書和將頭書被稱為東南亞的兩大寫術 老年間多只是在當地的傳聞 有些人聽過 有些人壓根就不知道還有這麼一回事 但在現今大量文學影視作品的影響下 收集古你一定不會陌生 這種藝術多為苗山地區特有 無論是救人還是害人的 肯定是懼怕居多 每幾個人有多好的影響 甚至到了今天 也去網上去搜索 還有很大一部分人對苗山妹子心存疑慮 不敢親力下爪 人民就是傳說 這苗女會種琴谷 相傳這琴谷是山西古眉山苗女獨有的古書 苗女在製作琴谷時 會將一百種毒物發入器具 讓這些毒物互相施殺 最後能重佛下來的就是谷 隨後 苗女是以仙頭血 餵養骨蟲十年 十年後 骨蟲與養骨人心血相濃 無論前男怨情不妝 拋家離去 就會痛苦無比 終回回到谷女的身邊 不然必死無疑 而在我收集資料的過程中 也遇到過山西很多苗家本地人 詢問他們是否有骨 卻兩極風發非常嚴重 有一類是覺得根本就沒有 或者說並沒有那麼神奇 因為他們自己作為一個本地人 也從來沒有見過 都覺得那是老輩人的明信思想 巴克基相從橄欖之類的說成是重骨 舊石的山西是地主偏僻地區 戰器之聲醫療落後 許多疾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療 不管生什麼病 都很容易說成是重骨 這骨蟲竊石成傳 不過也沒在傳說中的那麼恐怖 比如有一種餐延叫做皮膚癮 毛袋帶點斑點 所以農村也有人叫它們斑頭癮 這種餐延的成蟲方式有點驚悚 它能寄生在人類動物的身體裡 都會使用結地組織來生存 如果讓幼蟲鑽入人的皮膚裡 無論你是洗刷還是用鉤子鉤都很難取出 還好的是 這種餐延並不會害人性命 幾個月後幼蟲長大就會破體而出 那些古屍會去捕捉這些東西 然後養在老鼠屍體或者糞便中 從來能在其中生存很久 遇到需要套路的老實人 就把糞便或者老鼠屍體 往他們家廁所一扔 那個時候的廁所都是在戶外的茅草房 受害者是有很大的概率會中招的 而那種害人性命的也有可能是用獵頭釉 這是一種非常恐怖的寄生存 被害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喝下了帶有獵頭釉的水 它就會在人的身體裡不斷生長游走 有些還會跑到腦子裡去 一般被獵頭釉寄生的人 短期內不會發作 再到長大了一定階段 人就會出現各種症狀 例如癫痫、抽搐、發狂等 如果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 必死無無疑 還有一些血腥蟲、腺蟲等 都會讓人產生各種奇怪的症狀 歸根到底 更多的是寄生蟲引起的疾病 以前的人是不知道也不相信這些 就會說是種骨 除此之外 苗蒂多占氣毒蟲 莫名錯死的人也是不少 身邊接觸的人就會成為懷疑對象 認為是做了某人的骨 還有一類人是相信有骨的存在 並且從自己或者身邊人的經歷中有見到過 晚上有很多親歷者的各種描述 雖真假未變 但他們的共同點都是 這種骨術只會在女子之中流傳 會骨的被稱為草鬼婆 據說是因為骨蟲的陰氣重 男子鼠原會對衝 不能養骨 也不能被他們碰見 學會骨術的女子 會身不由己的必須每隔一段時間放骨 如果不換出去 武蟲就會在自己身上發作 生不如死 這也成為很多人莫名其妙中骨的原因 這篇書法家陳國均 就曾寫過這樣的一篇記載 1916年民國五年夏天假期 我因避暑至隆溪南漢南界之深山旅行 寮共服役之潘信者 也就是顧冤的信潘的小師 寿日間觸血不華盛 肌肉銷售 山中林未知古爐 意思就是在幾天的時間裡突然面無血色 迅速消瘦 山裡的人都說這是種骨了 果如稀稀蟲化所言 著鬥不心 其言以巫師置之 數日而喻 傳說種骨的人 甚至黃舵是感覺不到腥味的 他們會覺得很甜 於是馬上就找了巫師治療 很快就痊癒了 文後鄭巫師 其乃因照顧之法 巫顏指之其一種 而亦鼓勵五日五日五時 隨意取一生毒蟲 放入瓦至小山爐內 以塵沙杖筆 放浮於房子上 將爐密封不令透風 趁能不覺 埋於十字路口 至四十九日之後 蜜蛙四隻 若蜂湖泊 則樹不靈 若蜂湖如故 則蜜取歸 至我床下 乘系清茶辛香供奉 取香菲少許 至顧客飲料或食品之中 褐受其骨 卻必併發生死 但為師術之先 單至乘解骨於孤、貧、妖 三者必居其衣 其術難應 這段的意思是 陳國貞重金請巫師解骨 並詢問這骨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巫師說他只知道其中的一種 奴隸五月初五的時候 把一個放有毒蟲的蟲爐 用符紙蜜蜂 趁沒人發覺的時候 埋在十字路口之中 期間四十九天之後 再把它挖出來 如果鬍子破了就失敗 如果沒破 就把它拿回家 放在卧床之下 沒了早晚都要共憤 共憤的香菲放飲食之中 吃了的人就會中骨 而學習這種骨術的人 都會有平、姑、妖的情況 這個和傳說中 魯班術的五壁三缺有點歷史 這個陳國貞是當時著名的書畫家 傳說的作品是很多的 一生為人謹慎、性格耿直 所以這篇記載的可信性還是比較高的 後世對於古的認知 都是集中在蟲上 但是在古代 巫衣是不分家的 古術也不單止蟲術 更多的是 對於疾病類未知事物的一種稱謂 比如說牙痛、腰痛、乏力 都可以說是重骨的表現 左傳《趙公元年》中有記載 如趙公元年 敬平公生病 向秦國求醫 錢簡公派一和去給他治病 這一和是春秋池秦國的名義 一為職業 和是名字 整病之後說了下面的話 極不可惟也 是為禁與世 極如古 非鬼非食 或以善治 這病既非鬼神作祟 也非飲食不對 而是由於不解凡是 重於過度導致的古路 也就是說在那時 古是和病成直接關係的 並非單止從 到了魏晉時期天下大亂 各種鬼神文化盛行 關於古的記載更加變得奇奇怪怪起來 《說神記》中就有很多關於他的記載 有些簡直已經變成妖怪一樣 如果大家感興趣的也可以自己去查閱一下 宋人中慶歷八年 曾搬行治古秘方 慶歷善治方 就連《諸病兒後論》 《青金方》 《本草綱目》等醫書中 都有對重古症狀的細緻分析和治療醫方 也就是說 古人是非常相信古的存在 也是一直被帝王手記的滅殺對象 《名律慶歷》中都有關於古的律文 製造、殘處古毒 看以三年級教律造促者斬 造促者不問以為殺人 財產入光 及同居家口 雖不知情 並如二千里安置 若以古毒 毒同居人 及被毒之人父母 妻妾子孫 不知照古者 不在流遠之限 離證至而不舉 各將一百 不知者不作 造貨者 關起賞年二十兩 歷朝歷代的滅殺 導致很多會古的術士 漸漸引走到南疆等邊垂之地 這也是為什麼西南之地多污谷的原因 而苗族其實還分為生苗和熟苗 熟苗就是漢化了的苗族 如果不穿傳統服飾 你根本就看不出來 生苗就是未漢化的苗族 價值多是在深山老林中 現在你去最大的苗站旅遊 有些人還會告訴你要注意 比如不要在路邊吃東西 與人交流要禮貌等等 還有苗族妹子 如果你正在看這個視頻的話 有沒有經歷過被人問關於古的問題 我想應該不再少說吧 關於古的存在流傳了數千年 這個必定不會是空穴來風 至於其中的究竟 不是親歷者實在是難以言訴 我在這裡也不方便發表一些違心的言論 舉頭三十有神明 如果你會古 拿來救人不是更像嗎? 本期的視頻就到這裡 感謝觀看 我們下期見